Holly by the way,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台GoPro HERO 9 Black 那我也會拿我舊的GoPro 4 Silver做一下比較 看看五年之後的GoPro到底有什麼成長 還是根本就是做出差不多的攝影機呢? 今天的影片會非常的主觀 如果你想要聽客觀的想法 你就立馬把這個影片關掉 那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話 我們就直接來快速開箱這台GoPro HERO 9 Black吧 OK 所以GoPro給我們一個超大的硬的盒子 OK 這就是我們的GoPro HERO 9 盒子裡面有附一個6.62瓦小時的小電池 跟一條USB Type-C的線 盒子裡面還有附幾個小小的固定配件 跟一個手轉螺絲 盒子裡面還有一個趁機推銷GoPro服務的卡片 一張看起來不起眼的紙 但是背後有最重要的GoPro貼紙 那還有一本超級無敵霹靂厚的說明書 我們的快速開箱就到這裡 那我們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不需要經過使用就可以知道的功能 那我們就會把我們的GoPro 4 Silver一起拿來做比較 第一個開機速度有沒有比較快 有 但是只快了一秒鐘 GoPro 9開了6秒鐘 GoPro 4開了7秒鐘 普通普通 第二個影像品質有沒有比較好 那我在同樣的環境拍攝同樣的東西 設定也一模一樣 但我覺得GoPro 4好像效果好一點點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我們待會還會做一個深入的測試 那影像品質這個就先打個問號 第三個體積有沒有比較大 那我覺得其實兩台是差不了太多了 高度是一模一樣的 那寬度有比較寬 但是深度的話比較淺 所以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但是Hero 4可以把防水殼拿下來 那整個大小就開始有一點差距了 第四個重量變很重 那我們的GoPro 9 158公克 GoPro 4 142公克 多了16公克 那我覺得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那我發現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一個很荒謬的東西 就是 GoPro 9的這一個電磁艙 這個蓋子就有13公克 非常有份量 這整個是金屬的 沒有在開玩笑 但為什麼要用金屬的我也不知道 第五個螢幕變超大 沒錯 螢幕變得真的超級無敵大 那我們的螢幕比例也有一點改變 那我們的GoPro 9 介於16比9跟4比3之間 就是做一個平衡的概念 那我們舊的是4比3的螢幕 所以如果你拍攝16比9的話 GG你的螢幕真的會變超級無敵 迷你小 上面下面全部都是黑邊 OK 所以我們不用測試 就可以知道的東西差不多到這邊 那接下來我會使用這台GoPro 9幾天之後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優缺點 它的影像品質 還有 到底值不值得購買 經過幾天的使用之後 我有非常多東西要跟大家分享 但是要分享之前 GoPro有兩個非常大的問題 我需要先跟大家說 第一個問題就是GoPro會常常當機 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 那我換了不同的記憶卡 我用了電池 也插了電 試了各種不同的方法 但還是會發生 那如果當機的話 完全不會動 那你只能按著電源鍵10秒 強制重新開機 第二個超大的問題就是 你按下錄影按鍵 影片開始錄影了 但是聲音還沒有開始 它會延後0.25秒它才開始錄音 現在這台GoPro是01.21的版本 那問題其實還蠻多的 我們就看GoPro丟出幾個更新之後 看看有沒有變穩定 再去決定要不要去購買這台 GoPro HERO9 OK 那兩個大問題就差不多這樣子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跟大家分享 所有我關心的 優缺點部分 現在這台GoPro如果你想要拍攝 60P又有Superview的話 它只能拍攝Full HD而已 那我新的GoPro9 可以拍攝2.7K 60P Superview 那這樣效能算是升級兩倍吧 這台GoPro的影像穩定真的是超神 沒有這開玩笑 它還加入了一個水平校正的功能 真的是超讚 拍起來就像三軸穩定器一樣 超級穩定 但是開啟影像穩定 影像裁切就是10%起跳 那我覺得就已經失去了GoPro那種 超廣角視野的魅力 所以GoPro有推出另外一個超廣角鏡頭模組 就是Max Lens Mod 那等那個東西推出上市之後 再跟大家分享 這台GoPro有兩個螢幕 但是它沒有任何一個功能 可以手動的把螢幕關掉 那你最少一定要等待一分鐘 螢幕自動關閉 你才能把螢幕關掉 那你碰一下它又亮起來 你又要再等待一分鐘 那希望GoPro可以加入 可能把一分鐘這個時間變少 可能是10秒鐘 15秒30秒都好 像我舊的GoPro 甚至還有一個關閉螢幕的實體按鍵 那希望可以把這個實體按鍵 延續到新的GoPro裡面 可能放到上面的選單之類的 就按一下關掉螢幕 這樣會方便很多 下一個關於螢幕的問題 就是它的螢幕有一點太亮了 現在目前就已經是最低的亮度 那我有很多拍攝的情況 就是我需要再盡可能黑 就是所有東西都要很黑 那這兩個螢幕就是個光害 那它又要一分鐘它才自動關閉螢幕 也沒有任何的手動關閉螢幕的選擇 這兩個螢幕就會變成我的困擾 下一個關於這個螢幕的問題 就是它的觸控非常遲緩 而且非常容易誤觸 那我的解決方法就是每滑動一下 你要讓整個動畫完全停止 再進行下一個步驟 那按下每一個按鍵都要停留久一點 它才會有反應 如果你沒有慢慢來的話 它可能會抽筋 亂跳 甚至不理你 所以GoPro下面有一個客製化的選單 真的是非常方便 你可以快速切換不同的預設 只要設定好你拍攝的時候 你就不需要進選單裡按來按去 但是如果你沒有設定好 你就要進選單裡面這樣按來按去 讓你拍攝的時候手忙腳亂 那它GoPro真的電量多超多 我正常使用可以使用兩個半小時 真的還蠻厲害的 那我就有GoPro頂多只能用一個小時 那這台GoPro更高效能 又更省電 新的GoPro電池跟記憶卡是同一個艙門 但是記憶卡很容易插錯動 插到電池槽裡面 我覺得比較難靠直覺來裝記憶卡 一定要用眼睛盯著它 確定記憶卡裝到正確的位置 那這一個問題 跟之前我有玩過的GoPro Max 一模一樣的問題 完全沒有改善 如果GoPro拍攝4K 60p以上的檔案 你的GoPro App 就沒有辦法即時預覽你的影像 那我覺得其實沒有差 你要嘛就在相機上面看就好 不然你就回家看 那我覺得這台GoPro 9的收音還蠻厲害的 你們自己聽聽看 那台GoPro麥克風是立體聲麥克風 它的低頻聲音聽起來也非常的飽滿 非常舒服 那它對遠距離的聲音隔離 我覺得效果也非常好 但是如果你想要非常指向的麥克風 你還是要外接另外的指向麥克風會比較好 這台GoPro可以直播 它可以直接連線到你要上傳的直播平台上面 那你的手機就變成一個監控台 可以監看你的流量啊 還有你的開始直播跟結束直播 但是它現在手機的功能有點少 它連GoPro電量都沒有顯示 那現在GoPro直播的視角也只有一個就是 wide 它沒有 Superview 或者是 Linear 這台GoPro有一個新功能叫做 Hindsight 我覺得蠻有趣的 那它跟平常的錄影模式根本一模一樣 按下錄影按鍵也是在錄影 但是它會額外錄製按下錄影按鍵之前的15 或者是30秒 但是我覺得GoPro應該要再加更多的秒數進去 像是10秒甚至是5秒都給它加進去 這樣會更加實用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深入測試這台GoPro的影像品質部分 那我們分為兩個部分 鏡頭的部分跟感光元件的部分 那我們先從鏡頭的部分開始 第一個解像力 拍攝不同的視角不是單純的裁切畫面而已 是真的有增加畫面一點點的細節 但是如果要真的很明顯的改變細節的話 拍攝更大的影像尺寸是最明顯 照片可以拍攝RAW檔 那我看著RAW檔 我其實就可以知道影片的部分 經過多少計算生出了多少的資訊出來 因為我看RAW檔其實放大幾乎沒什麼細節 跟影片的2.7K看起來幾乎一模一樣 還有一個非常讓我驚訝的就是舊的GoPro拍攝4K影像 鏡頭的解像力跟Hero 9幾乎一模一樣 真的是超厲害 下一個鏡頭測試就是炫光的抑制 Hero 9的炫光抑制真的是非常的優異 對比也都非常的強烈 整體影像的對比都還有 也沒有太嚴重的光暈出現 鬼影的部分就是廣角的鏡頭比較難避免的地方 那我又拿了我的Hero 4來測試 炫光抑制真的是非常差 根本就是大爆炸 有光照到鏡頭 整個就大暈開 整個影像品質就降低了非常非常多 所以Hero 9的鏡頭還是有升級的 它不是只有解像力這麼簡單而已 鏡頭的部分還有一個就是最近對焦距離 GoPro的鏡頭都是沒有自動對焦 那我發現GoPro 9的最近對焦距離有一點遠 差不多在16公分才會開始慢慢變清楚 那差不多在20公分以上就是最佳的拍攝距離 但是我救了Hero 4 差不多在10公分左右就慢慢變清楚了 所以這台Hero 9的最近對焦距離變遠了 差不多在20公分左右 那20公分我覺得已經算有點遠了 對一個廣角鏡頭來說 因為廣角鏡頭你就會不自覺的一直貼近主體去拍攝 那你可能就會不小心低於20公分 你的東西就會變模糊 或者是你喜歡拍很多鏡物啊 Close-up shot那種鏡物的話 你就要小心20公分 下一個測試就是視角的測試 那我挑了幾個我覺得非常重要的視角來做一下比較 前兩個是GoPro最廣的視角Super View 那一個有開影像穩定一個沒有 那後面兩個就是GoPro第二廣的視角 WIDE 那一個是有開防手震一個是沒有的 我發現一個非常瘋狂的東西就是Super View GoPro最廣的那個視角 如果開了影像穩定的話 它會比WIDE 第二廣的那個視角沒有開影像穩定 還要來的狹窄 你就知道那個影像穩定 影像裁切的那個10% 是多麼有影響的 接下來的影像測試就是感光元件的部分啦 那第一個測試高ISO雜訊意志 那我先跟我舊的GoPro比 那兩台都一樣糟糕 但是Hero 9的顏色還原 跟暗部細節都比較接近現場所看到的 舊的Hero 4呢 低光根本就變成單色的影像 根本沒有任何色彩的資訊可以拉回來 接著就是Hero 9的ISO測試 那ISO100的時候當然沒問題 到ISO400很明顯的就知道它開啟了 照降處理 影像稍微柔和了一些 那ISO800的時候照降處理又更多了 影像幾乎沒有什麼細節了 ISO到了1600我覺得它就是影像堪用的一個極限了 暗部很明顯的出現綠色的色偏 到了3200、6400 影像雜訊就整個倍增 非常可怕 我發現Hero 9的5K這個影像尺寸 它的影像處理跟其他的尺寸不太一樣 ISO800之前都跟其他的差不多 但是ISO到了1600就會出現很多很醜很難處理的黑白雜訊 所以5K這個模式我就會限制ISO在800以下 那其他模式我就會限制在1600以下 Hero 9的照片影片動態範圍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高光暗部都可以輕鬆回覆 到了最後一個發現了 就是兩台GoPro都有Protune 然後Protune裡面都有影像的顏色有GoPro Color跟Flat Flat也就有點像LogDone的概念 Hero 9比起Hero 4還要鮮豔非常多 可能GoPro之前覺得 LogDone就是要顏色對比都超頻 但是過了幾代才發現 我們拍攝的是8bit 根本拉不回來 所以他就把顏色資訊加了回去 影像變鮮豔了 但是對比沒有加強 後製調光的時候 真的是可以把更多的資訊拉回來 最後到底值不值得購買GoPro Hero 9 Black呢? 那你只需要問你自己一個問題 你到底要不要拍你自己? 你如果有要拍自己 那就是買啦 那如果你沒有要拍自己的話 你可能買8、7都可以 還可以省下一些錢去買電池記憶卡 那我前面有說現在是01.21的版本 那問題還蠻多的 當然等GoPro丟幾個更新 確定沒有什麼大問題 那你再入手吧 現在再等等 因為你現在不確定到底是硬體還是軟體的問題 如果是硬體的問題 你就GG啦 OK這支我們今天的GoPro Hero 9 開箱、測試、優缺電影片 那大家喜歡這個影片按讚 訂閱我們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開箱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